大家好 欢迎赞斯汪林奔格侃地产 相信大家都已经从CBC等本地媒体中 已经获知Stateview的故事了 故事本身奔的就不细说了 今天主要来挖一挖这个故事背后的东西 现在看这个故事的脉络还是很有意思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和当初Crestford非常相似 我们按照时间线去捋一下 4月23号的时候 本地论坛Reddit曝光了Stateview面临破产清算 这个时候本相信这个事情不一定是真的 其实还是有所怀疑的 毕竟内卷和恶意竞争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互相黑也是难免的 故事的后面发展就有点意思了 Reddit删帖了 然后你猜怎么着 4月26号Stateview书面澄清 澄清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我没有破产 看过这份澄清文件之后 本可以说Stateview已经彻底完蛋了 在这份声明中 几个东西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第一点 我们看一下它说了什么 Liquidity being constrained 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流动性困难 换句话说 现金流互接了 第二 Significant destruction in its treasury functions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资金能力障碍 财务功能丧失 第三一点 At the time Stateview homes is not declaring bankruptcy 意思是说什么呢 是到目前为止 Stateview还没有官宣破产 笨非常想在后面加上一个英文单词 Yet 把这三句话链接到一起 就是说 由于现金流的枯竭 导致财务功能丧失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完成破产前的准备 那么准备什么呢 4月27号 一个豪宅的上盘 引起了笨的注意 这个豪宅叫价428万 我们注意一下 合同日期是4月25号 也就是Stateview声明破产的前一天 签的合同上盘了 但是27号才上来 也就是说 Stateview声明之后的后一天才上盘 另外根据disclosure 这个房子的经济就是房主的爸爸 而房主的名字和Stateview的CFO 一个字都不差 记住了 这是4月27日 同样在4月27号 CBC曝光了TD对Stateview的指控 这里 CBC用了一个词叫Fraud 意思是欺诈 主要是说 Stateview利用各种骚操作 存了3700万的空投支票到TD 让笨非常吃惊的是 这种骚操作居然持续了一年 也就是到了2022年的4月份开始之后 到了2023年的4月份才被曝光 而笨其实在2021年的年初 也就是Stateview刚刚发售 NOTOWN的时候 就听说了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个时候我们就听说Stateview面临财务困难了 也正是这个原因 笨劝对了身边非常多想买 闹烫烫的朋友们 记得那个时候有记产的同行还在笑话 说笨傻 怎么傻呢 说到手的佣金怎么不挣呢 我告诉他们了 这个钱你根本挣不到 现在看果然被我严重了 当然起诉Stateview的不仅仅是TD 还包含了其他的贷款机构 King Settle Capital Ultrim Meek 还有一个叫Door Capital Corporation 也就是说起诉的是三家四代公司 这三家起诉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1.95个亿 加上TD的一共是2.35个亿 笨研究了三家公司之后 可以确认的说 他们就是大的四代公司 四代的Lander 那么四代是可以只还利息 不还本金的 从他们的声明中 我们可以看到 Ultrim和Door 他起诉的原因是因为 Stateview没有支付 4月份的27.7万元的利息 那么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是要求Stateview返还2400万的本金 我掐指一算 你知道年利率是多少吗 用27.7万的利息乘以12 再除以2400万 我告诉你 年利是13.85% 如果再加上Lander fee 那么资金压力可是足够大了 这两家四代公司 起诉Stateview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Stateview违反了相关的约定 在没有经过一代同意的情况之下 再次抵押 也就是说他用了二代 一代的利息是13.85% 那么二代是多少呢 从里面抵押多少钱出来呢 那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通常越是靠后的贷款 利息越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Stateview的资金压力 确实是可见一般了 Stateview有6个在建的项目 可以说没有交接的 应该是交接不了了 Undermark是Stateview在Woodbike 和石油街的一个项目 这个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主要是Townhouse 大部分已经是建的差不多了 但是还没有close 没有close 所以Townhouse会被怎么做呢 会被注册抵押 之后什么时候可以close呢 能不能close呢 这都是问题 至于NOTOWN这些 还没有开工的项目 那基本上呢 就是四个字 灰飞烟灭了 下一个问题 Stateview是否会真的破产呢 对此呢 笨认为这是一个 基本上板上钉钉的故事了 尽管CFO在3月27号的 这个时间点卖房 让笨呢感觉有点 确实是不寒而栗 不早不晚 正好是媒体披露的那一天 但尽管如此 仍然有这种巧合的可能性啊 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那你自己去挠补就是了 当然 笨还是认为 Stateview破产的原因呢 并非是因为资不抵债 而是因为闲情中枯竭 这一点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目前Stateview手里的这个土地呢 还是不少的 在电项目也挺多的 除非是真正的发生了很多大的这种资金外逃 否则呢 整体上还不至于资不抵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些买了Stateview项目的当初的那些投资人 还有那些仿佛的买家可以全身而退 毕竟 成立这种项目子公司 就是为了让风险和母公司隔绝 按照目前安省地产信托的规定 Freehold项目的deposit呢 可以存在在开发商的账上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结合之前开发商的大笔高息债务 可以说这些deposit的呢 早就没影了 那么将来破产清算之后 购房人的这些deposit能不能要回来呢 首先在破产清算或者拍卖之后的长选顺序 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我们首先要还的是什么呢 是欠政府的地税 开发费这些钱 然后之后呢 是排到了给这些施工队伍的钱 就是我们常说的construction令 然后再之后呢 才是第一贷款 然后是第二贷款 第三贷款等等 这些loan呢 都是secured的 全部排在了你这些买房人的deposit之前 所以大概率deposit是打水漂了 那么作为消费者 有没有可能拿回deposit的呢 那么很多朋友呢 就提起了一个东西叫胎让保险 这个图呢 是胎让的要求 第一开发商破产 第二开发商根本性违约 第三当初购买的协议被法定终止 满足了这三个条件 胎让是否可以联系保险呢 其实有过经验的朋友都知道 任何一个对保险公司的索赔 都是相当艰苦的 胎让新房的deposit保险 并不意味着索赔是无条件的 而这种条件到底有多么可可呢 取决于保险条例 而且很多时候这种索赔呢 是通过诉讼来实现的 在加拿大 诉讼就意味着金钱 时间和情绪上的巨大损失 Stabil这个项目的开发商呢 合同中呢 很可能包含呢 这种叫做VSO Clause VSO是什么意思 就是黄鼠狼的意思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 这里的黄鼠狼条款是指 开发商在合同中添加了 对买方不利的一个东西 就是开发商呢 可以Mutrilease 就是解除这个合同 而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最多呢 就是喷一点活气利息 之前呢 也有开发商在这个合同中呢 提到了 可以要求买家 选择解除合同 或者资源加价 那么说老实话 这都是很难受的 Arston Meadows 这个项目 就是因为开发商要求买家 在合同基础上 加价17.5万 被曝光的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加价 或者没有能力加价 开发商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在一个企业社会中 无论是合理还是不合理 白纸黑字的合同 只要你签了 你就得去认 只要这些东西 不合现行的法律抵触 那就是合法的 那么有什么办法 可以保护好自己的利益呢 其实本之前的视频中呢 已经提及过很多次了 那就是一定要请律师 去提前review合同 这里就涉及到了 另外的一个相关责任人 地产经济 在Stayville这个项目楼花中 地产经济的专业性 是被大家所质疑的 根据地产局RECO的规定 地产经济必须在你签署合同的时候 和你讲出 和你讲得清清楚楚 这个合同的风险 以及潜在的问题 必须和你主张的去解释合同 当然地产经济 应该建议你去找律师review合同 这两个条件 如果没有满足 那么地产经济是有责任的 对此呢 被你专门的和相关的律师有所沟通 具体如果你需要或者需要一方面的帮助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后面有我的联系方式 当然比起这些购房者来说 当初买了Stayville名下几个项目楼花转让的朋友就更惨了 为了买下原始的买家的这份购房合同 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原始买家的这种定金deposit 还包含了原始价格和转让中间的差价 以及双方地产经济的佣金 如果你的经济有足够的专业和能力 还有经验 那么没问题 会要求把利润部分锁定到开发商的账上 hold直至到final close 否则的话 如果把利润和地产经济佣金都分掉 那么毫无疑问 你真的需要一位商店律师来帮你了 这里记住了 我们需要的不是普通的交割律师 而是诉讼律师 最后我们再反思一下stayville 这家公司名下的土地资产 其实还是相当可观的 我们相信破产一定不是因为资不抵债 而仅仅是因为无法按期的去偿还债务 在一个契约社会 缺乏现金的流动性 无法偿还债务 同样意味着破产 从2013年到2023年 多伦多的房价翻了一番多 但是几乎每年 笨都有知道 有投资人 因为投资房地产失败 而损失惨重 甚至破产 原因在于什么呢 就是没有管理好我们的先进流 没有管理好我们的资金流动性 所以在笨的微信群中 我一再和大家强调 可负担性 而目前 stayville的声明中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问题仍然是出现在流动性这边 所以希望屏幕前的你 一定把握好自己的这种负担能力和负担性 随时关注自己的现金流 只有这样 才可以保守住自己的底线 现金流 感谢你看到最后 记住了 离开前 别忘了给我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您的支持 一直是我努力的动力 谢谢